呂老闆,我们今天说这部机和你很有关系 你就是女方,他就是女尊 大家好,欢迎来到 Music Viewing 的频道 相信说起法国一看机,大家都会想起Deviver 但它的价钱未必是大家的射程范围 而我们今天介绍这部机,同样是来自法国的Micro Mega M100 而它的价钱就比较亲民很多 当我们第一次见面,我从来没有想起我会想起 我从来没有想起我会想起我 循例我说一下这部机的外观 它采用了简约的设计 铝质机壳采用了阳极氧化铝的处理 无论在打磨和上色方面都一丝不苟达到高级机的水准 M100这部机的简约程度真是去到极致 一盒子都看不到,只是秤前方看到两个屏幕 甚至连Logo都看不到 我认识的法国人是这么简约的 其实不是的,只要留心看下 它们只不过是很低调地把Micro Mega 拆在机身旁 你认识了很多法国人吗? 没有的,都是认识了几个法国女生 不过都是往事如烟 随你看看机背,一看到就真的夸张 差不多什么摺位都有 我先讲讲Analog的部分 首先标准RCA的输入 平衡的输入 唱头放大方面 一般合并机只支援MM 但这部机连MC都支援 最简约是Pi插入 只要你付费就可以升级到原厂的ROM CORRECTION 至于数码部分 它有光纤、铜轴、甚至AES都有 DEC 部分它是采用ATM4490Q的晶片 USB 还可以支援32bit、768kHz和DSD256 相信大部分档案都可以重播 而这个I2S的插口 就是支援将来MicroMega的数码产品 至于其他厂有这个拨口 它支援不支援得到呢 我就回答你不了 因为每间厂都有不同的PIN Assignment 至于部机的另一部分 这个就是LENS的插口 这件事我就要谈一下 由于粒滴是向上的 我插了之后都很难拔出去 Binding Post 我就建议大家用招插 为何呢? 由于部机的机身较薄 用叉插是有点困难的 这个就是Piola 可以将这部机铺另一部后级 至于这就是Sermuva的插口 支援Sermuva 另外这个就是电源插 这部机的插口真的包罗万有了 如果大家用到一半了 你也真的有多少机 这部机有很多接口也有很多功能 由设计到这么黏薄 相信很多人以为它用Cast D的抗音机 首先我表明我的立场 我不是说Cast D不好 因为我听过很多机会用Cast D的设计 也很好声 只不过是这部机的工程师认为 它用Cast AB的设计是最适合这部机的 由于Cast AB的设计在运作时 就一定是热量产生的 厂方是想到独特的散热系统 去解决这个问题的 以这个设计就像雷老板的耳朵一边入一边出 机里面有两条很长的血声 中间有一把持浮风扇 在一边的气控抽入生风 另一边的气控带走热气 这把持浮风扇在运作时是很宁静的 一点声音都没有 这部机由于这么薄的关系 所以用不到传统的线性供电 Micro-Mac当然采用了Switching Power Supply 而它也在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 它用了两组的LLC鞋振式交换供电 在左右声道各有一份 它的优点就是小、轻和高效率 而电容充放电的速度比传统高很多倍 所以这部机的动态是十分之高的 M100系列获奖无数 它的声音表现大家都不用怀疑 至于功能上它包罗万有 几乎你能复得出它也有 这部机就是真正正的恶言问机 至于在设计、造工上 厂方都是一丝不苟 好似我手上的百渣如何 它也是用这个铝拖出来的 我握上手和按下去很有质感 令我联想起以前旗舰机的大遥控 难道这些就是我们所说的发色浪漫? MICROMEGA M100这部机 除了可以用遥控去选择这部机的进入之外 它跟机的APP 安装好之后也可选择进入 反应非常爽快 这个APP除了选择进入之外 也可播到 电脑的radio 也可播你NAS里面的歌 还有它支援Tidal 网上的streaming 当你设计了这个APP 其实介面跟你用其他streaming player 或者是Tidal的介面 都大同小异 大家不会陌生的了 譬如你保留下的artist album 在这里可以找到 按按按按就播到歌 它的操作也很爽快 至于听感方面 这部机是偏向暖声 有控制力和有味道 至于低音方面 它不是走冲击人的路线 恰到好处点到即止 至于高音方面 它有丰富的细节 但它又不是走高清而介意的路线 所以听起来很舒服 我曾经用过几对不同的喇叭来测试 其中一对是稍为需求的Pihaga 301 它都推到贴贴服服 所以推力大家也不用怀疑 这部机从有平放之外 还可以挂长 颜色方面除了标准色之外 大家都可以订购不同颜色 我在网上见过不同颜色的图片 有些人甚至订购一个 德国国旗的颜色的图片 这部不是一个法国机 为什么会订支德国旗的颜色呢? 今天介绍MicroMega M100 到此为止 如果大家想听听这部机 记得上来自宗室找我们 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订阅我们 去开尖沙咀 记得上来找我们聊聊天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那 d